嘉義這是一間商務旅館 退房之後 業者打電話跟旅客說 你們的床墊當時被弄髒了 要求償新台幣五萬元 讓他覺得相當不合理 上網控訴這件事情 但是旅館業者 也拿出了監視器畫面來反擊 表示他們退房之後 除了房屋人員 沒有其他人進出 因此認為他們提出的五萬元價格 也不是獅子大開口 現在雙方真的是各說各話 第一來講 那個堂皇的部分會生鏽 生鏽以後會造成堂皇外刺 街白雙人床一翻上頭 卻有好大一片咖啡色污漬 實際用所長一筆 這畫面更是嚇人 嘉義這間民宿 七月底是接待完客人 怎麽也沒有想到 進行房屋清潔時 去見到這樁慘案 拿出監視器畫面 證明第一時間就報警 而且客人離開房間後 除了房屋人員 再也沒有人進出 但礙於房內沒有監視器 這床誰弄髒的很難說得清 事情之所以會越演越烈 一切起因於這篇po文 床47,600元 還有保洁店被子被單 加上被套的清潔費 最終價格打了八折 大約是五萬元 旅客po文控訴 幾天內收到業者的求償單 但房間內根本沒有監視器 質疑是清潔人員弄髒的 對方還想獅子大開口 但業者也有話要說 飯店也是希望說跟旅客去做一個協調 如何讓旅客的風險 如何讓旅客的損失降到最低 我們商業來講 嚴重的受到受損 確實有一些旅客有打電話來詢問 也造成我們商店的一個商業的受損 那所以我們並不會 並不會一定對旅客做提高的動作 五萬塊進來會感覺比較高一點 基本上房間的配備 除非你有火燒過的痕跡 或很嚴重的一些損毀 不然的話 基本上要五萬塊是比較難 業者表示商旅是去年八月才剛開幕 以折舊價格來算98折 這回各說各話 誰弄髒的還等不到結果 卻已經弄得雙方很不愉快 記者 総統報導